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,其实在世界杯进行前,很多人预测俄罗斯世界杯不会很太平, 因为之前就有很多恐怖分子表示要在俄罗斯世界杯上捣乱,而且美国也没有进世界杯,甚至有乌克兰这种国家,提议北约抵制俄罗斯世界杯,试图给普京一点点压力。 第一场比赛大家都知道了,俄罗斯队在普京大帝的亲自观战下,犹如打了鸡血一般连贯沙特五个球,搞得沙特王储,在普京旁边非常尴尬,世界杯赛程已经过去一半了, 11个城半世界杯的俄罗斯城市也根本不存在有恐怖分子搞破坏的可能,为什么?俄罗斯单兵防空武器,专制无人机因为,普京已下了死令令,动用了至少50万部队维护整个世界杯的安全,其实也不用那么多军队。 有知情人分析,这可能也是普京对西方国家的一种武力威慑,世界杯期间,还是有很多外国政要,抵达俄罗斯观看世界杯,美国在中东的亲密盟友沙特不就是吗? 在这届俄罗斯世界杯,除了动员了超过50万军队守卫世界杯外,俄罗斯上空战备持勤的战机多了10倍多,而且都不是那些叙利亚上空老款的苏道25,而是先进的苏35,甚至是苏57战机,还有各种类型的辅助飞机,开启40个营的S400防空导弹。 苏道35之余防空上,俄罗斯调动了多达40个S400防空导弹营,S400最新型之营,这种能对付侦察机,战略战术飞机,战术导弹,中程弹道导弹,超音速目标,曲罗级等各种目标的武器,是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最渴望获得的防空武器,更是如沙特,土耳其等北约盟国义购买的武器。 据悉印度也有一项俄罗斯进口这种武器,普京在这次世界杯上,动用如此之多的S400防空导弹,哪里是防什么恐怖分子,完完全全是来了一次军火展示外加秀肌肉,一次世界杯,让普京有理由集结一次超规模的军事总动员。 一方面是真为世界杯安全服务,另外一方面也是检验俄罗斯国防动员能力,更重要的是对西方国家的一种武力威慑。 据沙特媒体报道,王储格下专机,进入俄罗斯领空的时候,护航的俄罗斯苏道35战机多达8架,西方国家也吃惊地发现,俄罗斯的战争动员能力如此之强,常规先进武器也没有那么弱。 24小时在俄罗斯世界杯城市上空预警的预警机,虽然世界杯还有几天即将结束,但是俄军的防御仍崩得很紧,再加上北约在世界杯期间频频搞小动作,俄军更是整个待遇。